展望 eri medical practice 彩震 respond 彩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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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妃不過 不認識 我記得 我記得 我們其實跟那個 身心上的朋友相處的時候 他們比較多的經驗 其實還是在跟家人相處的機會 所以一般到外面 像今天有機會來做一些參訪 或者是去跟一般的夥伴 看電影這些的機會 大概比較需要有一些安排 也可能是因為藝術活動的過程之中 有一些文字或者是我們呈現的方式 對他們來說不是這麼熟悉理解的 可能他的興趣度就會比較降低 我覺得我們的政策上面其實是 有做了這樣的引導 就是希望說館場還有我們的身心在者 都能夠公平去參與一些活動 就是跟一般人一樣公平 這樣的一些權利 一毒版最早其實是從國外的經驗 我們發現說像歐美 他們開始有一些 可能在館場的導覽裡面 其實會做了所謂的一毒版本的一些設計 所以把這個概念帶回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在台灣以台北市為例 其實目前是滿努力在做一毒版本的一些推廣 那當我們開始去熟悉的時候也發現說 其實一毒版本的概念 它其實是一個通用設計的這個想法 就是我們一般心思在朋友在閱讀一些文字的習慣上面 如果它是先天有腦部的一些傷害 那這個腦部傷害可能會影響到的是它的圖形的一些辨識 就是我們看了原來的多數館場的一些簡介的時候 其實內容都非常豐富完整 那這樣在心思上的朋友在閱讀上面 其實它就不容易掌握到這個重點 它可能全部看完 但是當它看到第二行第三行第五行的時候 它其實就忘記它前面第一行第二行的文字內容是什麼 所以我們可能在編排上面就也希望文字的呈現盡可能是淺顯 那我在想所有的書籍跟文字的閱讀 我們其實都希望讀者自己本身在這個運用率上面 是能夠一讀再讀的 然後也樂在閱讀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意願的啟動 我覺得相對的一讀版本 它就有它存在的一個必要跟重要性 而且你代幅自己好不好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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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請好 這邊 張老師 美麗老師 今天一起帶你們來認識一些好玩的東西 好不好 那有禮物 老師今天還帶了很多禮物要送給你們 好不好 看到 好 有點冷冷 那我們看了之後看看 台灣卵樹 台北市第一個版本是在一個茶行 在这个茶行里面他做版本设计的时候 蛮用心的就是文化局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有先要身心障碍的朋友来做一些沟通 那他先带我们做一些导览 那从导览的时候告诉我们说 大概整个馆场里面的特色 那书面制作出来的时候 我们在去年也有邀了这个几位朋友 他们在看看你有译读之前 一般的通用版本 然后跟译读之后的版本 他们自己在使用上面 觉得有哪些落差 那朋友给我们的回应都是 他们觉得相对其实是比较浅显 那编排上面可能文字的东西就简化了一点 那可能他在艺术上面或许也比较是精紧一点 大概十页二十页左右 是他们一般就是在自己翻阅熟悉的习惯上 他觉得相对的是比较容易能够去做一些理解 他们其实还蛮喜欢这样的版本的呈现 他们自己也有反应 譬如说他也拿到这个导览手册 他回去其实就会想要收藏 然后再分享给他的朋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 其实我们在推广一读版本是希望一般的民众 所以我们的概念比较放在同用设计 就是说这个版本一旦心自在的朋友都能够做一些理解 其实我们对一般的老人家 他可能文字阅读上面字体放大 他也比较舒服 议愿在